人大常委会绕开立法会 强推港版国安法 变相通过23条立法 断送香港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 5月24时 香港人应民众号召 在湾仔铜锣湾一带游行抗议 警方向抗争者投掷催泪弹 现场一片烟雾弥漫 还出动锐武装甲车 以及水炮车 要驱散抗争者 截止下午四十半 至少一百二十人被捕 冒着被捕风险 香港抗争者 继反送中运动之后 再次上街 高举天灭中共的标语 抗引港版国安法 国安法模仪是将香港 由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一个全面的清算 是制造了一个寒蟬效应 当政府要宣告一国两制的死刑 是要让一国一制实验 香港人一定会予以还击 今天就是最好的例子 香港文艺界六百五十人发起联署 反对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 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 有学者认为 未来香港会有大抓捕行动 何运师也被网友问到 未来是否会离开香港 他回应说 答案很简单 不会 何运师也在脸书上鼓励网友说 坏语更坏 一起面对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另外 5月24日下午 温哥华支持民主联合会 在温哥华中领馆外举行抗议 谴责人大逆审议港版国安法 活动遵守政府的社交疏散规定 每位抗议者都戴着口罩 横幅上写着 对极权主义说不 释放迈克尔斯帕沃尔 和还香港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